Hello 大家好!Rare1です! 这次要来尝试使用这支新的变身天使晶佛吧 虽然自己没有抽到 但是可以用好友的来试玩一下 这支好友的变身晶佛非常的猛 已经开了两路 点了20点的连击 然后再加上有15点的暴击 灰心一击 非常的猛 不管是变身前还是变身后 都非常适合用来打战斗路 防御力无限上升 然后在被动方面 被攻击的那个回合中还有总确立 违避敌人的攻击 还有攻击敌方2T 攻防30%下降 算是蛮不错的 这次就来尝试使用它 然后打的这个是极限战斗路的复活战士那边 然后就以这一支天使晶佛来做队长啦 攻防能力它的这个队长技攻防可以去到170% 然后这一支的连接跟这一支新的天使晶佛也比较接近啦 除了精益的速度跟噩梦之外 其他的连接都能连得上 OK 那么就以这样的队伍来使用啦 毕竟也是想要可以安全的通关 哈哈 顺便尝试一下这一支 Let's go 哇 相当的夸张 这么快就两路了 好爽 可惜没有抽到 哈哈 哦 不过这一次的卡机 算是对我蛮好的啦 哈哈哈 抽到了相当多的卡 嗯 这一边的话 就以这个那支你来开 攻击力的话其实还算蛮高的 OK 全力的先把Bitter给打掉啦 就照旧 OK 嗯 这边的话 血量会稍微偏少一点啦 毕竟只有130%的加强 哇 308万非常的猛 哈哈 这支悟空真的是超级猛 哦 OK 二连接 好 这支我终于把他的连击 潜能点那边点高了 十七点的连击啊 给了他一个银色的技能一加五的连击 因为我觉得这支悟空 能多打连击的话 其实还算不错 尤其是变成成超三状态的时期啊 可以在 可以直接打到全属性 全属性攻击效果拔群的话 就非常的轻松了 OK Nice 三臂 这边的话可以直接变成 不过这一回合就暂时不变成了 有精力的速度跟超级战 两个连接 目前的防御力是八万亿 欸 不多也不少 算是普通啦 OK 还是这么排就比较安全 嗯 这一边的话 这个飞扎沙马就让他来打雾范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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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尝试弃绝 真的是要尝试弃绝一下这个 然后 最后的物补再来降攻物犯 比较保险一点 哈哈 要不然有点危险啊 OK 杀四个 哦 飞扎沙马 被打到一下 欸 攻防再加50% 哦 一百九十万 而且 连接没有连完哦 好猛喔 不愧是开了两路 OK啊 暴击 哦 真的是有告爽 通通 啪 OK 欸 这次Vitari 应该是阿挂了 nice 这样剩下一只物饭就简单打了 可以慢慢抹 哈哈哈 降光降光 对 然后 等下一回合 让这个 金佛可以去跟 变身金佛回合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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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够够够够 阿威说会差一颗 忘了那一只 新的 那个变身天使星空 是加速器 啊 不过这个 超系 不管是我方或敌方 都要被降15%的攻击 所以一点就 无奈啦 哈哈 267万 哦 非常地猛 快 快 这个天使金佛 我真的觉得 要等到未来他 真正可以极限这个 不然目前来说 就真的是不上不下的 哦 哎呦 防御力 18万 毕竟是有这一只的普助 这一只的防御力是多加了40% 这样就去到18万 哇 有够猛 哎呦 哎呦 这个 这个 然后 哎呦 好 这样子 哎呦 Frizazama的降攻 然后再加上封印技能 这一只 物凡基本上是 玩不出什么花样的 等下再 等下找个机会 再让Frizazama来变神一下 嘿嘿 毕竟现在的这个琴是 这只物犯是相当麻烦的 所以这边稍微 顺顺地打回去 OKOK 都把他的气绝掉了 看一下下一回合 如果是还没办法 把打死物犯 我就让这只来变神 OK 哎呦 漂亮 284万 然后下一回合 天使惊讽 跟 变神天使惊讽 就可以会合 那时候他们的连结 就可以比较nice OK 好 把这只物犯给解决掉了 还没看到他变神 没关系 哎 下一回合就让他变神好了 好 这边先 顺着打一下先 然后过后才变神 先看一下这边的状态 哦 被克署啊 被克署 就是有点痛 会是有点痛 OK 这样子 为了保险起见 哦 我看 这个回合就 嗯 哇 好像怎么搞的 我不太理想 OK 封印突然克斯的技能 封印突然克斯的技能 然后看能不能 把这一只给解决掉 哎 有点 有点难搞 对我来说 OK 然后嘛 这一边就 最后的普 他打突然克斯 其实会比较 比较优势一点 哇 突然克斯已经是被封击了 那么就打 目前好了 哇 好痛啊 4万 不愧是被 被克署 而且 维达沙漠还是第一下 哎呀 没有连到地下 OK 工方加了50%之后 就是不一样 他相乘 多乘了50%的能力 出来就是 去到200%了 好 OK OK 那不过这一只 这一只金斗的防御力 真的是非常危险 才有很多宝的 被打的已经痛到宝 OK 看克斯 有被降了30%的攻击 就 比较OK 然后 霧田没有被降攻 被打到真的是很痛 所以这边直接来了 这个 驸马 攻击 上来 然后全力的 是把 全力的是把这一只 霧田给打掉好了 OK 好 就这样子 超排83万 开的加工倒计就是不一样 那我只能期望悟空可以二连击了 这会更猛 418 有加工倒计再加上普助 帅啦 可是就是不捨得连击 前面会被打一下哦 这一下会特别痛 现在防御力是15万 可是 这样打下去 我绝对是死了 嗯 算了 这一轮就 我不特别开道具了 先 试试看 可能会挂掉就是真的 金佛 变身之后 变身之后 感觉他在第一位是扛不住啊 他扛不住第一位 这样 可以 这一个 最后嘛 就 这样 OK 攻击力是有的 然后就靠 金佛本身的 15%的降攻 OK OK 好 把武田清掉就安全了 回到沙玛 降攻 降防 再加防御技能 哇 2.8 这样他的防御力下一回合应该是过20万了啦 可以变身了 可以变身了 哇 史隆截着他这个 这一次的变身金佛 他的 他的 他卡面的那个笑容实在是有趣 超搞笑的 OK 变身 超爽 战斗也 这个 摩伦达他的战斗也真的真爽 嗯 对比超三悟空跟摩伦达来说 摩伦达的那个战斗也真的 是不一样 会比较喜欢一点 这边的话 悟空的防御力比较高 悟空先上 然后这边吃不住 就够 OK 就这样简单 312万 欸少了加弓道具跟加弓补助 降了一大轮 一大轮 他的那个 賣的攻击力 这只美北极大这边直接少掉了 少掉了30%的 攻防 悟空变身过后就多了33 变成33 OK 这边就不登了 来吧 诶 魔法少男变身啊 金光闪闪 哈哈哈 太帅了这个人 他这个变身真的是太爆了 太爽太爽 Race 这个变身真的是爽过头啦 哇 411万 有没有这么猛 哦对对对对 有有扑助在 有有加工扑助 差点忘了 恐怖还是很猛 可惜啊 可惜是被特安克斯克的属 不然 可以看到他真正暴力的原来一面 而且没有连击 比较可惜一点 好 八克这样的话有 诶 诶 诶 算了算了 开到就算了 还想说 留到下一回合才使用的 虽然有点浪费 但是也没关系 哇 那变身金风 超爽的 不然这个关卡只有 第一关的乌范是 是被这个新的金风给 克死吧 之后的乌 全部要不是被他 他被克就是没有什么特别的 其他的都是其他的属性 有点可惜啊 这支金风拿去打那个热斗武功钻 应该是很爽 一只蝶防蝶到差不多 蓝神那一边 然后变成金风 哇 直接卡过去 哇 这边很痛苦耶 OK 这样先全力把这一只打掉 全力打掉这一只 有了有了有了 哎呀 打错了 啊 打错了呢 打错了就 算了 诶 这边尝试一下 把悟空 等一下看一下道具 我用的是Wiz 好 诶 尝试一下把悟空给弃绝吗 这个 这个装打是被 被克的杰射 被克的属性 诶 这个不是太好 算了 继续打这个排骨饭好了 排骨饭会克到 Friza 又会克到 金风 比较不nice 哈 要死 吴加沙漫 好 好漂亮 把他给 封印技能 其实把这个 排骨饭封印掉技能 就没那么可怕了 然后这边又没有速死性的角色 会被 悟空给克 所以还好 哦 2-6 降了30%的攻击 还是很痛 对啦 好 下一个 哦 七绝了 nice 可以好 就这样子 悟空还是打悟空好了 飞轮不能变神就 不能变神不太好 我还是希望可以让悟空变神 算了 继续打排骨饭好了 诶 虽然有点浪费就是了 要上来 7万 开 没有吧 不过 这边这样玩下来 那只金风 的灵活度 的灵活度 使用上来的灵活度 真的是很好 在战斗路我是觉得 不要变身 会比较好用 能够封印技能 能够回避敌人的攻击 又还有 那个 又还可以降敌人的攻防 而且是直接去到30% 这个就是相当的高啊 我觉得还蛮不错的 所以 这个的话猫 方便有上 正面打悟空 这是真的 比起先好 再敲回这边 這樣好了 不過這個人是要降悟空會比較安全一點 牌鼓飯這個地方就沒什麼太大的問題了 剩下的就把悟空給攻擊力降下來 然後就等下就看警方繼續看警方變身 雖然說讓他變身是沒那麼理想 可是還是爽 單單是他的變身畫面就只可以跳不起來了 7萬9還行 撐得住 上 OK不能再打悟空了 悟空的血量好像有點快要低20%了 雷七大先上吧這一輪 OK 25% 這個戰鬥配業還是蠻爽的 OK 噢 上了我試試看 公房能力強迫降起來了 等一下就稍微看一下 這下金佛的防禦力氣到多少了 如果疊得夠高的話 我看可以讓他變神 哎呀 排骨飯這一輪可能死不去耶 可是排骨飯在這一輪掛掉的話 誒 悟空跟北基達也沒辦法變神 反正這一輪的主要題目是變神佛 那麼這邊就 23萬的防禦力 直接來啦 其實那時候在看動畫 剛剛把這個Freeza請出來 例子大會前剛剛把Freeza請出來的時候 哇 看到他這個變神就已經很high了 呵呵呵 這一邊的話是實實在在地害起來啦 哦 十八 十六萬的防禦力我也不知道扛不扛得住啦 嗯 不過可以嘗試一下 應該是不要被先發攻擊打到的話都沒什麼大礙 所以後面又是特殊 OK 可以 然後Freeza 那個至今頭本身又有15%的降攻擊打 好 不是太猛了 非常簡單用啊 他 什麼都不太需要去想 打就對了 不太需要去管他的整體屬性 只要用上去他就是強 只能這麼說啦 打到七十一萬 非常簡單 只要抓到好時間讓他變身 就可以很輕鬆地打關卡 像超常關的話 就非常簡單啦 先是變身前 硬生生地撐過去 大概撐了一陣子 也不用太多啦 給一個二三十萬的防禦力 欸 一個變身 過去就一陸年了 我相信就可以一陸年了 二三十萬的防禦力 除非是被克屬 就另外講 要不然的話真的是輕鬆打 OK 14萬 現在防禦力是偏低的 少掉了普竹 來吃一個射擊 然後就繼續的黏 好爽喔 真的是好爽喔 這邊也是有四百出溫吧 362萬 再沒有任何的 道具 沒有任何的加工道具 跟補助角色存在的話 有 365萬 第一發 然後第二發直接去到 410萬 不愧是超大幅提升 好猛 變身後的金風 真的是很誇張欸 這個是 你不需要任何條件喔 只要一變身 馬上就有的攻擊力 啊 雖然說好友是開了兩路啦 特別的 他的屬性值會比較高 就算沒有到這樣子 沒有開兩路 就算沒有開路啦 一變身 進場變身 也有三百萬左右的傷害 我相信 這個是 170% 再加150% 的隊長技 真的是 簡單 簡單用 超級猛 猛到爆炸有沒有 好想抽喔 有點手 有點忍不住啊 好強欸 這次 這次呢 真的是 突然間推出的角色 都很破表一下 像上一陣子 就是烏範 超猛的 接著 W Dokkan Fest 裡面的 不管是 悟空北吉塔 利雙人啊 或者就是L奧的 普悟 都是 非常猛啊 L奧兩隻來說 都還在 規格內 可是那隻 劍範 就真的是規格外 超強 以一般的限定卡 就是普通 就是這樣 U奧卡 可以達到L奧的 等級的能力 像這一隻 驚風 這一隻新的 這個變身驚風 我覺得啦 我個人 就我個人的觀點 來說 他也是可以 直逼見犯的那個能力 防禦力 而且他的 防禦力是需要疊 但是他的攻擊力 是無條件的高 一進場 你變身 攻擊力就來了 這時候是要打快的話 攻擊力馬上就有 哇 真的是誇張 真的是猛到 一個不行 OK 那麼這一次的視頻 就到此結束啦 謝謝各位的收看 Mata